7月22日,每年评选出了现以前30大巨星,一詹姆斯,两杜兰特,三库里,四哈登,五安东尼代,维斯,六伦纳德,七欧文,八阿德托坤伯,九保罗,十威斯布鲁克。 这前十巨星中,年龄在25岁左右的只有农梅,欧文,阿德托坤伯,伦纳德,而在这前30大巨星中,年龄25岁左右的还有十一恩彼得,十九波尔金吉斯,二十堂斯,二十一奥拉迪波,二十六约基奇,二十七,比尔,二十八卜克。 这些球员就是未来可能成为前十超巨的球员,因为他们年轻有天赋。 在8月5日,体育画报对五年后联盟前十巨星进行了讨论。 这几名球员进入到了联盟前十的讨论中,安东尼·戴维斯·杜兰特三十五岁还不退役。 恩彼得如果健康,唐斯,欧文,本西蒙斯,德恩布克,多诺瓦米切尔,杰森塔图姆等,可以看到米切尔,塔图姆,西蒙斯才打了一个赛季,那这些球员在五年后都多少岁呢? 农梅三十岁巅峰,杜兰特三十五岁,恩彼得,二十九岁巅峰,唐斯,二十八岁巅峰,欧文三十一岁巅峰,本西蒙斯,二十七岁步入巅峰,布克,二十七岁步入巅峰,米切尔二十七岁步入巅峰,塔图姆,二十五岁距离巅峰还有三年。 这些球员能成为联盟前时的争议都不大,他们都已经在联盟展现了天赋,最大的争议莫过于杜兰特三十五岁还能进入前,是否不过专家们认为杜兰特的身高臂展与投射能力,可以让他能有超长的巅峰期,三十五岁还是联盟前时是有可能的,最大的争议在哪里? 在于三十九岁的勒布朗詹姆斯能否还是联盟前时的巨星,2018年詹姆斯即将年满三十四岁,五年后2023年詹姆斯就将三十九岁了。 体育画报的两名专家各持一词,一人认为詹姆斯三十九岁还能是联盟前时的巨星,一人认为詹姆斯最多能是联盟前二十五的巨星,他们还不断地用乔丹、科比的来进行比较。 本格列佛认为詹姆斯在三十九岁会是联盟前时,安德鲁夏普表示怀疑,他认为詹姆斯在三十九岁时很可能已经退役了,因为科比在三十七岁时就选择了退役。 不过本格列佛表示詹姆斯和科比不是一个类型的球员,詹姆斯就是年老也能以得分以外的方式帮助球队,詹姆斯能打到三十九岁,而科比不可以,双方各持一词,争执不下。 谁能想到,三十九岁的詹姆斯竟然能跟恩彼得、欧文、安东尼、戴维斯、西蒙斯、米歇尔等人竞争联盟前时,这对詹姆斯已经是无比大的荣誉。 我们简单分析一下,詹姆斯33岁,场均27.5分,9.1助攻8.6篮板,1.4响断0.9概冒,命中率54.5%,三分命中率36.7%,丝毫没有下滑的迹象,在季后再更是暴走一季,场均34加9加9加1.5加1,33岁按理说是一名篮球运动,原该下滑的年龄,但詹姆斯没有。 在18年下詹姆斯明确表示,从下赛季开始要多打无球,延长职业生涯,他还向魔术师约翰逊表示愿意多出任中锋,减少突破与砍分,继而规避伤病风险,极大的延长巅峰期,这都预示着詹姆斯想尽可能地打得更久,但要延长到39岁,还是很有难度。 他今下跟胡仁签下四年1.53亿,执行完这份合同他38岁,若他38岁的时候想要继续征战,那他必然是球队的第二选择或第三选择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詹姆斯要杀入联盟前十难以登天,除非他38岁还是胡仁的第一选择,他还能场军20加5加5,乔丹38到40岁还能场军20分,但那时候的他也没有成为联盟前十,所以詹姆斯在39岁大概率不会成为联盟前十吧。 文言小白 文言小白 文言小白